《非诚勿跃》《非诚勿跃》 《非诚勿跃》 《非诚勿跃》 我们就这样结束这个演讲 然后我们开放给佛儒娃 你们有什么问题 请举手 這位女士 科科大理研究員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說您第幾次來到台灣 那就是什麼樣的因緣際會 可以讓您來到這裡 你覺得台灣有什麼樣的空間 可以讓您就是說表達您的政治理念 有哪些朋友來幫忙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 最近想要籌備的這個維吾爾之友 就在台灣 這個知道是怎樣的重劃與過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 好 我這次是第五次來台灣 我有緣和這個 通過這個黃文雄先生 和這個為台灣的這個 獨立 在日本 為台灣人發生的 叫一個永山的一個日本人 通過這個緣分呢 還有一個 我的一個最大的支持者 也是 許世凱先生的 在日本時代的戰友 黃文雄先生 讓我有緣和台灣的很多在日本搞這些為台灣搞一些獨立活動的一些運動的這些團體 然後 然後就有了我們要成立一個維吾爾之友會 當時第一次 我們是搞一個演講 但是我記不太太慎重了 但是當時我們 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呢 我們在這個世界維吾爾大會的一些成員呢 被台灣當局被拒絕 不能入境 但我能否入境 這一點呢 大家都非常沒有百分百的自信了 所以說黃文雄先生 如果早兩天到台灣 就看我能不能入境 如果不能入境的話 就在媒體上做一些宣傳戰 但是我和這個永山一起來 反過來我沒有什麼問題 我就進來了 永山被擋住 問了幾個問題才進 但是呢 就是這樣 這個維吾爾之友會呢 是我們的林果花先生和夫人 極力要搞這個一個會議 這個一個團體 把這個維吾爾的現狀 傳傳給台灣人民聽 讓台灣人民 有一個 這個意識 就是要意識到 如果 被捅啊 會怎麼樣 對 所以說我非常高興地在去年 包括 在台灣 發布了一場 這個 召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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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兩個星期以前我還在台灣 當時我就聽到 約琴姐說 這個團體已經被批下來了 就是說已經成為一個合法的 在台灣的一個合法的團體 我們正在籌備這個正式向公眾 宣佈的這個 宣佈的這個 這個 事情 嗯 嗯 我不知道 我覺得 提供我全部回答了 來 好 還有嗎 伊里哈姆先生好 好 剛剛我看的這個投影片 在我個人來講 非常的難過 也是第一次看到 我相信有更多的人 他不了解這些情形 那我想建議這個 伊里哈姆先生 把你剛剛講的投影片跟演講內 可不可以再加上不同的那個字幕 不同國家的字幕 放到網路上去傳 尤其剛剛那些照片 這麼殘酷 應該要讓世界上更多 更多有愛心 有同情心的 能夠了解到中國人 那麼可怕 因為只有我們現場這麼一點點的人 其實我們知道了 我們的力量很有限 那我們的主角呢 應該把這些投影片 加上文字的說明 在各個國家 因為他們的語言不同 文字不同 放在 放在網路上 讓我們知道的人不斷的去傳 我想這個力量 宣傳力量應該很大 那再來就是說 現在現場投影片上的這張地圖 我覺得也應該透過主辦單位 或者是我們在場的人 如果能夠有這個檔案 也希望把這個圖傳出去 讓大家知道說 在這個圖案上面 在這個地圖上面 有不同顏色 代表不同的人民主張要獨立 我覺得這張地圖非常的重要 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 有這種敵愛統籌的心 能夠幫助很多 希望獨立的一些人民 能夠 能夠完成他自己的夢想 謝謝 請你 請你報你的名字 請你報你的名字好嗎 請你報你的名字好嗎 現在要問要發言 請 我要報名字 報名字 你的 你的姓名 好 我先施 施一捐 謝謝 好 還有 謝謝 非常感謝你的體驗 其實 我們特別想這樣做 但是 我們必須有 有很多人做這個工作 因為在日本呢 搞這個運動就我一個人 雖然有1500名 維吾爾人在那裡生活過 就像 徐士凱先生他們 進入黑名單 我想跟我一樣 有很多台灣人 老遠看到他 馬上就躲開 我也是那種命運 所以說呢 我只得把這些資料呢 我 我提供 呃 願意幫我 幫助我的 人呢 我希望能把這些資料呢 翻譯成各種文字呢 呃 傳出去 所以這也是 呃 我希望大家能幫助我的意義 謝謝 好 哎 你剛才多 呃 你好 先生你好 好幸福 我想 呃 請教 請教您一個問題 就是 目前中亞 有幾個國家院 和你們是同民族啊 那不知道 他們 呃 這些國家 呃 對 那個 東貨吉斯坦的 民受迫害的情況啊 有 就是 的態度是怎麼樣 還是因為 基於和中國 或是其他國家的關係 就 就連 類似像 那個蒙古 對 打蒙古一樣 就不太敢做什麼動作 啊 這個問題也非常好啊 我 其實 想 剛才自己 給大家介紹一些情況的 是我們控制時間的這二位 呃 非常嚴厲 所以我 也敢多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確實像你說的 呃 這些兄弟民族國家呢 呃 對我們 在 呃 92年他們獨立以後到98年為止 對我們的這些 呃 活動呢 曾經提供過很很大的空間 但是呢 呃 呃 為了 其實 呃中國 呃 是中國呃 提案 呃 俄羅斯同意以後的成立的一個機構 其實這個機構呢 它的 呃 真正的 呃 目的呢 就是壓制維吾爾 壓制維吾爾 就是說呢 進入上和組織的這些國家呢 就從這個 中國呢 得到很大的意義 這樣的話呢 呃 雖然他們獨立了 在呃 形式上看 他們是一個呃 民主自由的國家 但是呢 還是沒有 呃 完全脫離 呃 獨裁的 獨裁的 這種 色彩啊 所以說呢 那他們看到 我金錢以後呢 他們就 呃 呃 這些國家 我們這些兄弟國家呢 呃 曾經 將 很多維吾爾人 逃出 從 多塊錢逃出去的這些維吾爾人 呃 抓到以後呢 呃 強制的送 送還到 這個 送還給中國政府 然後呢 被送還的這些人 呃 有 百分之三到四呢 全部都是去的就沙圖 其他呢 都是無期徒刑 呃 呃 或者是 長年的徒刑 呃 呃 這不僅僅 但是呢 呃 呃 我們相信 呃 政府雖然這麼做 但是民間 民間 在越來越認識到 呃 呃 中國 呃 政府的殘忍性 和 呃 和 感覺到自己的兄弟民族的生活 已經到了 無法惹受的這個地 所以說呢 現在各個國家 都有 這個 民族的團體呢 起來 呃 是在亞洲呢 成為 向中國政府 所有金錢的籌碼 比方說 2010年 習近平 要 到這個 柬埔寨 然後呢 柬埔寨 政府 柬埔寨呢 在這個 聯合國難民組織 向這裡 提出申請 而被聯合國 已經被接受的 20名 維吾瓦人呢 被 柬埔寨政府 強制性的 送還給 中國 然後呢 呃 中國呢 第二天就公佈 向 呃 柬埔寨政府 提供 十三億美元 無償 援助 同時 剛才也說到 伊斯坦國家對我們 怎麼好 那麼好 也就是 民間也許 有那種感覺 但是作為政府呢 比方說 馬來西亞政府 印度尼西亞政府 他們是 伊斯坦國家 但是 同樣 他們 為了 討好中國 或者是 從中國拿到 利益呢 把 在住的這些維吾瓦人呢 或者是 逃到這裡 已經被 聯合國 因為難民的這些人呢 強制的送還 呃 中國 到現在為止呢 我剛說那個 二十名 呃 從柬埔寨 給強制送還的 這些人呢 他們的下落 下落 我們還 不太清楚 好 剛剛說 我是林志澤 請問那個 剛剛說 是在日本 只有你一個人 從事這方面的運動 那請問你 在不擔心 中國派客戶去 到日本去 把你消滅掉 那你有什麼固定 那有什麼 反制的方式 請問 啊 這個問題呢 我到哪裡 都 都有這個問題 但是呢 我既然 走了這條路 沒人 逼我走這條路 我是自願走的 讓我走上這條路的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這個 把我們 維吾爾的女性 強制性的 這個移送到這個 中國沿海地區 這件事呢 對我的衝擊很大 在那以前呢 也知道自己的民族 非常不幸 但是呢 我還是把自己 個人的家庭生活 放在第一位 所以 沒有 沒有 那種決心 為民族 幹 但是呢 女性的這個問題呢 讓我 考慮到 如果 我們民族 失去了她的母親 這個民族 不存在 那我們 既然到了這個地步 再不向 國際社會 訴苦的話呢 我們民族 很快就會被 同化進化 當然 你說說的 這個 我會被殺了 我也想過 但是 現在 我經常就說 如果 把我殺了 然後呢 在 亞洲 在世界上 再掀起一場 認識維吾爾人的風波的話呢 我覺得 我死得值 謝謝 你好 我是陳宇文 不好意思再問一個問題 雖然 您在日本很孤單 但是 日本議會 現在也有一些 政治人物願意來幫助你們 那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大概就是 大概是執政黨 或是反對黨 有哪些政治人物願意 為你們發聲 講 謝謝 好 這個 因為 中國共產黨政府 都已經知道了 那我跟大家說 也沒有什麼 不是什麼 秘密什麼 我的最大的支持者是 縣首相 安倍晉三 他是 他是 日本 國會議員聯盟 國會 維吾爾議員聯盟的 這個 最高顧問 還有 現在的這個 那個 公安 與這個 拉制問題 大成 古屋 是 這個聯盟的會長 文部科學省的部長 文部科學省的部長 夏村 是這個聯盟的副會長 對 這些大人物都說了 小人物我就不用再介紹了 好 接著 畢信房 有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 自由會 維吾爾自由會 有沒有會旗 或是國旗 代表象徵團結的國旗 或是勾旗 讓它服務士氣 有的話 是不是發表一下 謝謝 好 這個國旗 我們還想著下午 給大家看 先給它折起來了 那既然你想看一看 我現在就給你看 這是我 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國旗 大家會說 你們需求獨立 還是什麼什麼 這樣的問題很多 我 我沒有獨立 我為什麼要獨立 我跟它以前就不是一家 我為什麼要說獨立 我要復國 這是宗教的旗幟 大家經常去問我一個問題 這個是是不是帶有尊教色彩 這個伊斯蘭教 其實這跟尊教沒有多大的關係 碰巧和這個伊斯蘭的這個 我們土爵民族 我們土爵民族 在兩三千年以前的那些旗幟族 經常就把這個 月亮星星 作為自己的旗幟旗的一個優質 大哥 你的旗幟旗 你下午再介紹給我 要不然你又得吃我的胡適 我會弄死你 我會弄死你 各位好 我是台灣 我是台灣 維吾爾族 維吾爾族 籌備會的副招集人 楊葉青 大家叫我寶華嫂 大家好 謝謝 首先我非常感謝 周美玉女士 我們唯友會很快 不久將來就會正式成立 那麼我們和 我們已經預約好 跟土友會 跟未來 或者也有南蒙古之友會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結成姐妹會 共同的來關注少數民族 他們這些民族的困難跟苦境 同時當然我也要呼籲 所有在全世界的 不管是維吾爾人 藏人和蒙古人 同樣也要請求他們 關注台灣的前途 台灣其實一樣積極可危 那剛才有一位 有位朋友提到說 你最大的支持者在日本 是安倍首相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 大家其實應該也都知道了 這是因為長期的我們的 我們的許代表 柔福泉代表 還有黃文雄先生 長期在日本的努力 所以我們真的要感謝你 好 謝謝大家 我是李聰光 一個問題請教 中國一直在斥責 獨國的赤本是暴力事件 那麼當然對於這個維吾爾 這個地區 伊斯蘭教族 很多的事件都視為暴力 請問維吾爾民族是暴力民族嗎 這個我是不是個暴力民族 你現在看到我 我笑了 但是呢 其實在911的一周以前 中國政府 中國外交部 他曾經向世界宣布 我們中國沒有恐怖主義 一周以後呢 美國發生了911事件 911事件發生 兩天以後 中國政府就打出 我們也是恐怖主義的被害者 那恐怖 那些恐怖集團是誰呢 維吾爾人 從那天開始 說真的 他們 在那以前 還是非常顧慮 國際社會的壓力 但是從那天開始 以反恐戰爭的這個 理由呢 用這個理由呢 對我們 對我們 開始的 肆無忌慘的結果 壓制和菩薩 所以說 同時 美國政府 幫他們 公佈 我們 連我們世界維吾爾大會 的前生 世界青年維吾爾大會 和東突厥世界維吾爾會議 對 把這些組織呢 還有這個 情報中心 情報中心 就是說 像世界 把這個東突厥基斯坦內部 這些情報 往外 就在網上 或者各種手段 在廣散分布這些 這些都會 因為中國政府 提出要求 美國 當時 沒有得到很多國家的支持 他要打一場 反恐怖戰爭 但 中國就提出 把這些人呢 你給我向世界公佈 我就支持你 然後呢 美國呢 研究 研究 中國給他什麼 他就直接把這個 就公佈了 這樣一來呢 他就更有理由 對我們實施 更多的暴力 通過這個呢 他們 一下在我們 沃爾地區的 這個軍事內容 和這個武裝警察力量 一下把他們強化起來 就是說 我們 不贊成暴力 提問到自己在哪裡 啊 給我照相 我們 世界維吾大會是 非暴力 我們要 奪取我們的 自覺權 走 走到我們 復國的目的 有很多 尊教性組織 現在他們也是一樣 他們 以尊教 我的方式 哪像 伊斯蘭世界 講述我們現在的遭遇 而我們 這麼一說 我不是不信證 我也是信教 但是 不是 一天五回 做禮拜 我還沒有達到那目的 像我們 這些人呢 我們 就像這個西方世界 和這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講述我們 的苦難 讓他們 形成一種 用敵意識 而來關心我們 就是說呢 我們 沒有愛一根鐵絲 他也說我們是恐怖主義 漢人打了維吾爾人 是刑事犯罪 維吾爾人打了漢人 是恐怖主義 這就是我們的現狀 這就是我們的現狀 我是林寶涵 我現在比較早就關心維吾爾人的問題 我主要是能受911事件的刺激 因為911事件以後 根據我對共產黨的認識 他們突然會反對恐怖主義 我感到非常的奇怪 因為它本身就是恐怖集團 這樣一個場上暴力的 我當時我就覺得 美國政府為什麼會相信共產黨 來反對這個恐怖主義 所以當時我也找了許多好處的資料 所以在2003年 我第一次 我想這個西藏突破問題 國際上許多人都已經關注了 但是當時幾乎沒有人 為維吾爾人說謊 所以那個情況下 我是第一篇文章 是2003年 在香港的《證明雜誌》發表的 後來有些 有些文章是在美國國會 到底美國除了政府 還有國會 在國會的基卡州電台 也可以講一些 這樣子開始我跟維吾爾人 稍微有一點聯繫 這次我寫一個比較大的文章 是在《2006年已居台灣》 2007年 當時這個張延縣先生 他是歐爾巴事件紀念基金會的負責人 2007和2008辦了兩次國際研討會 這是2007年 他在出版的《大國拔權與小國人權》 我索要在這個會上 我正是寫了一個一萬五千字的 有關新疆 就是東突爾吉斯蘭的 1940年以後 中共怎麼樣子統治這個地區的 19608年在北京奧運會前夕 當時對維吾爾人特別的歧視 當時他們就是要破壞北京奧運了 製造了很多謠言 就這樣子我就逐漸的 跟維吾爾人的關係就越來越密切 然後在日本也見了熱壁 我想把這個情況就簡單講一下 幸好台灣還有台灣這個自由 有自由言論地區還能夠讓我幫維吾爾人講話 所以我們要珍惜台灣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離7月5號馬上就是 還有一個多月了 最近北京開始又抓人了 所以昨天的消息 塔利茂大學八個維族學生又被共產黨抓了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也值得大家要關注 因為大家對西里體制這樣抱有很大期望 但是現在看來呢 跟過去沒有什麼大變化 甚至於可能走回頭路的可能性還很大 因為最近一直在讚揚文革 讚揚毛澤東 比80年代還更糟糕 所以這裡我覺得 不單是我們要關注維吾爾人 我們自己 台灣人也要自己關注自己 自己救自己 謝謝 好 最後一個 有沒有 沒有 對 對 因為他們的語言 語言是 是漢語言 雖然是伊斯蘭教徒 我們在這個歷史上 有過一些恩恩怨怨和回族人 從這一次的七五事件以後 我們看到的是 他們並不在乎我們的命運 因為他們是站在漢人的那邊 而評價我們 他們和漢人連在一起 在街上 逮著維吾爾 維吾爾 少男少女 打他們 這樣的情況 在我們那個地區 非常多 所以說呢 歷史也有一些恩怨怨吧 這一次他們做的這些問題 我想 短時期 維吾爾人還是不會忘記 無法忘記 因為 怎麼說呢 你說 跟回族人 我們維吾爾人 沒有學員關係 還是有一點學員關係 那他們 把伊斯蘭教叫做回教 那伊斯蘭教 在傳入中國的時候呢 中國呢 把我們叫回胡 我們的正式名稱是維吾爾 中國的歷史書上把我們回胡 回赫 維吾爾 有各種說法 因為他們的語言的 方言的這個 各種影響呢 所以說呢 回教 就是說 我們維吾爾人 把他真教傳到那裡去 最近 有一個歷史學家正在寫 關於這些方面 也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作為宗教兄弟 所以他們對我們這麼做 我們非常害羨 當然 我們不能 一棒子把大家 把回族人 全部做為我們的敵人 因為 莫著生命危險 現在在中國和境內 有一名叫安然的一名 回族青年 他就在網上 專門寫 我們維吾爾人的苦難 和政府對待維吾爾人的現狀 所以說呢 我們非常感謝他 也許因為他 我們會忘掉對 回族林的部門 我們這樣就要結束了 那麼還有很多人 大概有意見 也有問題 但是下午 有一場總播討論 那個時候還有機會 我們謝謝大家的活動 謝謝 謝謝展示 謝謝 謝謝 原路來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許世凱先生 跟一彼湯先生 那接下來呢 我們十二點半到一點半 是我們中午用餐的時間 我知道大家 大家在報導的時候 有領到一張餐券 我們的中午的面當 我們十三點半到一點半